人到了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演示一個化學小實驗 五彩繽紛的紅綠燈 那這旁邊是我的助教 那宇恆我可以請問一下嗎 你有使用過紙釋劑嗎 國中的時候 我們曾經使用過酸鹼紙釋劑 如獨色肝癌肌 分炭 還有食蕊釋子 還有食蕊釋子 那氧化還原紙釋劑呢 我們有使用過澱粉 澱粉 還有過膜酸甲 那你覺得紙釋劑啊 通常有怎樣的特性呢 指示劑的特性 就是當它在不同的PH值條件下 或者是氧化還原條件下 它會產生分子節奏上的改變 並且呈現不同的原份 很好 所以指示劑啊 因為我們無法觀察這種微觀世界 所以指示劑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來偵測反應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做這個實驗 那今天我們要用到的指示劑是電菸汁 那電菸汁呢 它是一個酸鹼指示劑 也是一個氧化還原指示劑 它兼具了兩個特性 那它的顏色會在不同的PH值 它的顏色會形成藍色綠色跟黃色 那首先我們要來操作這個實驗 那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實驗器材很簡單 就只有三項 有電菸汁 還有那個葡萄糖以及氫氧化鈉 那首先助教先幫我們倒入10毫升的電菸汁 那接下來我們加入氫氧化鈉 你發現了什麼 顏色變成綠色了 對 那你覺得為什麼電菸汁本身是藍色 現在會變成綠色呢 因為電菸汁在PH值11到10度的時候會呈現綠色 很好 那接下來最後我們再加入葡萄糖 那因為這個濃度實在非常的濃 很難觀測到顏色 那我們來稀釋二分之一跟四分之一 這個過程當中盡量不要去搖晃這個原底皮 那當我們稀釋完成之後 我們就靜置來觀察顏色的變化 剛剛經過了六分鐘之後 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原底皮當中的顏色 經過了顏色的變化 那因為它的濃度比較濃 所以它的顏色反應速度比較快 那這個顏色反應的時間會比較慢 那宇恆我們剛剛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觀察到這個大的原底皮的顏色變化是什麼呢 它的顏色是由綠色 綠色 紅色 對 變成黃色 OK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實驗 為什麼叫做紅綠燈呢 就是剛好就是這三個顏色 接下來你搖晃一下這個原底皮 它就變成了什麼顏色啊 紅色 那你可能還在繼續努力一下 它顏色會慢慢的變成越來越深 最後會變成了我們要的綠色 那可能你的力氣不夠大喔 它現在還在紫色 快了快了 好 非常好 它最後呢產生的顏色是綠色 我們再來操作這個廣口瓶 你依序倒入這廣口瓶當中 要慢慢的 第一個廣口瓶倒入 你覺得這是什麼顏色啊 紅色 紅色 那接下來接續倒入下個廣口瓶 OK 紫色 那接下來再倒入下個廣口瓶 很好藍色 那最後你覺得應該是什麼顏色 跟剛剛 跟剛剛 綠色 沒錯 很好 很成功的操作這個實驗 那今天我們已經完成了電菸汁的氧化還原的反應 那相信如果你們有興趣的時候 可以回去找尋其他的指示劑 那同樣的來操作這樣的一個實驗 那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